今天在小区门口捡了块西瓜皮 在这个时候谁这么败家 来吧,好东西真的不能浪费 咱们用打皮刀去掉外面的硬皮 然后把它分成小块 将剩下的红磅用刀片掉 然后切成均匀的小薄片 全部切好后,咱们加入两匙盐 翻拌均匀,腌制15分钟 去掉腌出的汤汁 放入清水中洗去多余的盐分 捞出瀝水,放入干净的毛巾或者纱布里 包裹盐室,用力攥取里面的水分 这样吃起来口感特别爽脆 准备四颗鸡蛋 充分的搅打均匀 热锅凉油 将鸡蛋炒至凝固备用 另起锅下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 下入处理好的瓜皮 点少许的生抽 点少许的生抽 旺火爆炒 炒匀炒透,调入盐 味精 继续旺火爆炒 炒至调料充分的融化 下入提前炒好的鸡蛋 翻炒均匀 出锅即可 西瓜皮炒鸡蛋制作完成 这道菜特别清淡爽脆 喜欢的朋友们点点红心收藏起来吧 感谢朋友们对木子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